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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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夠用一個人工介入的方法 來很容易改變到它那個衰變的速度 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有一個元素本身 它好像的惰性比較高的 譬如有二三八 它比起有二三五的半需期是長很多的 但是當它多吸一顆中指 你可以由外面人工的實驗方法加多一顆給它之後 它就突然之間變成一個活性非常高 非常想傾向衰變的一個元素 這件事就令到我們好像在實驗手段上多了一個按鈕 就是說一個好像一開始看下去 不是那麼想它立刻爆發、立刻分裂的一個元素 我可以透過自己加一些東西下去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隨時準備爆發的東西 變成有一點像我們去整定一個炸彈 就是我可以加了一個開關制來比較控制到它 爆還是不爆 有元素這件事就提供了這個方便 所以為什麼當初做核彈的時候 大家就是想 其中一個關鍵就是 當歐洲 尤其是德國那邊 有人已經試行到 引發到核分裂的反應 不是說你放在那裡可以自己分裂 而是你可以透過人工的方法 加一些東西 令到有一些東西原本不想分裂的 令到它都很傾向分裂 這個就成為那個製造武器一個重大的關鍵 如果大家記得 前一兩年看那個電影 是不是? 就是講這個美國製造原子彈的電影 他們為什麼會認為德國是領先的美國呢? 就是因為德國率先掌握了這個可以自己控制 引發核分裂反應的那個技術 而且就是這個反應可以變成一個連鎖反應 所以這裡就是講的故事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選取到 就是率先選取到有元素 再加個宗旨令它變成這個不元素 就變成為那個第一個製造武器的原料 和後來變成為第一個拿來發電的原料 是啊 但是當時有沒有考慮過其它的元素? 還是說一看到這個就拿來用? 當然手上還有很多其它可以考慮的 甚至乎就算有了有元素之後 大家都到處去找其它的元素 其中它一定要符合一個特徵就是說 元素本身容易找 然後就是說它也可以透過我加一些東西 去改造它之後 它就會令到它的活性增強 於是乎它可以分裂 分裂之後也可以產生更加多的宗旨 來去幫我去灌溉其它一些元素 令它繼續幫我生成為一些 可以準備分裂的一些元素 當然就是說其實很特別的 就是那個引發那個核分裂反應的過程就是 你要用一個元素加一些東西下去 甚至乎你可以說撞下去 令它跟著就是整個就很容易就裂了 就是如果你 你可以把它說成為是 你將一件東西加一顆下去 然後自己分開 但是因為那個時間中間的時序也都很短 你也可以看成為基本上你加一顆東西下去 它會令到最後那件東西就散了 變成了兩塊東西 然後同時間再噴幾顆宗旨出來 那中間也是大家會研究這些核子的時候 順便就會找還有什麼其它元素可行呢 那其中這個叫土 這個叫thorium的元素呢 也都就是在它們發覺已經是可以的了 那它這個元素是比有元素輕一些 很少 但是它在地球上面找藏量呢 比有元素呢就多幾倍的 世界上暫時找到最豐富的這種thorium 元素礦的地方呢就是印度暫時就是 佔了三成的 那當然其實就不代表其他國家沒有啊 是爭取它銳不銳意去找出來的 美國自己都有非常之多的 那所以呢 就是在這個元素周期表裡看 還有在一個礦產的殞藏量那裡看呢 很早冷戰之後呢 大家也都找得出就是thorium 其實也可以變成一個 造就成為可以一個引發核分裂 再變成連鎖反應的一個循環來的 而且就可以呢 但是它因為它給出來的能量級數 沒有那麼有效 那所以呢 在當初的時候就不打算拿去做武器的 那麽就更加多就是說呢 拿來做 因爲它發放的能量是更加溫和的 那麽不如就是拿去做發電 去能源生產 但是同時間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因爲它的功率又比不上 就是那個有元素給出來的那個效能 就是有元素本身你給出來就可以變成武器級別的了 但是你只需要將它的濃度降低呢 你就比較容易將它變成一個我在生產 工業生產上容易駕馭到的一個發電裝置 那麽還有我現有已經有一些提煉的裝置 那個礦產的生產線有一條龍在這裏 就是你弄到武器 你將它的級別再降低一點 甚至乎那個生產過程簡化一點點 你就可以生產到一些能源裝置 那麽最後當然貴的貴在就是你蓋那個控制那個裝置 那個反應堆的那個東西 那麽所以呢 大家就是 就是美國當初討論的時候 就是包括是Edward Taylor 他們這幫人都有參與討論的 就是在60年代這樣 都已經說了就是 哎 用就是繼續去投資去發展forium 就不是不好 不過就都不是很合乎成本效益的了 就是現在你發覺我們繼續用這些有元素 來去整合反應堆 就已經是非常理想了 那麽所以是一個經濟投資的思路 就左右了他們的決策 那麽所以令到呢 美國很長時間在這個 土元素反應堆的那個 基本上沒有什麽經費的 那麽現在為什麼突然間呢 在2024年呢 有這麽多國家要拿回這個forum 做一個發電的發核電的原料呢 其實這個完全是出於那個 潔淨能源的需要 就是在這裏有些諷刺 就是用一個核能 就說去比較潔淨 那很多時候 就是容許我這樣說 在這裏來說 那個潔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來的 就是它 你可以說它不夠太陽能那麽乾淨 不夠風能那麽乾淨 但是呢 它比起傳統的核電會乾淨一些 那就是 詳細的這種土的元素 為什麽可以變成一個 就是 變成一個核反應堆來發電呢 那裏面牽涉到一些 就是 比較悶一些的製造的步驟 那你都是要灑一些中指下去 在土元素那裏 令它變成 一種有元素的同位素 那然後最後這種有元素的同位素呢 是一種比較 朋友來的 那所以呢 在這個生產過程裏面呢 我們就會認為呢 它不會發生到一些 可以變成為武器級別的核元素出來 那譬如你說一般的反應堆 它在用完那些有元素 它會剩下了一些比較濃度高一點的 Protonium 就是那隻不元素 或者叫佈元素在那裏 那有人就說 你擁有核反應堆呢 很容易你立心不良 心術不正呢 就可以拿那些核廢料來自己再提煉 變成為武器 那但是呢 如果Protonium的話呢 那它就似乎是少一些 不是完全沒有啊 是少一些這個危機 因為呢 因為呢 在這個Protonium 它那個變成為核原料生產的過程裏面呢 它最後出來的東西呢 比較多是一種朋友來的 它就不是一種可以 這麼容易變成武器的一種元素 但是換句話說 你也可以把它自己再加一些步驟下去 令到那個豐富度提升 就變成一些我們正常見到武器級別的有元素 是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是成本問題而已 所以當初就是想 我們會覺得 似乎武器上 令到大家的武器上的威脅會小一點 那會不會應該考慮呢 此其一 第二就是說 它雖然那個能源效益 好像出來的能源產能沒有那麼高 那這個是因為我們暫時沒有心機去研究 那會不會就是我們再仔細一些研究 那就可以建一個比較效能高一些的反應堆呢 那另外就是 這種元素本身真的是那個風度 就是那個在地球上面的那個殞藏量比較高 那所以也都覺得就是 很多原本可能對於它有的礦藏 不太豐富的國家 咦? Florium礦藏高一些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了 那譬如印度這些國家就是為什麼它這麼銳意去想 就是這樣的原因 就是幾乎是中國和印度差不多將會同步 在2025年都會建成一個 就是用這種Florium元素的核反應堆 那但是如果兩個國家相比 就相信中國是應該會更加快 因為它已經選好了地址 就在那個郭碧沙漠的地方 那在這裡來說 都有它的一個相對比較安全的考量 那你沙漠的地方就是人煙少 還有它更加要強調 就是它用的那種技術 就不是傳統那些什麼 重水式、壓水式 還是輕水式的反應堆 它是用一種叫做熔岩技術 Multant source的技術 那這種技術呢 我們也都會認為它的安全度是會再高一些的 那你可以這樣說 為什麼今時今日 就會說是更加多考慮這種土原素的技術呢 就是你可以說 我們對於那個相對較為乾淨的能源需求高了 另外就是說 我們已經掌握到一些更加新 更加似乎安全 也都是成本不是很高的一種核反應堆的技術 那這幾個條件加起來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會希望建立到一些低碳排放的能源 多一些的話 那其中一種 這叫做土原素的核反應堆 可以就是其中一種的選項 但是當然對於很多其他國家 如果譬如說是反核的話 那當然就不會想這些 為什麼它可以不用那個冷凍式的那個水冷的做法 是的 那它一定是任何這些反應 都一定需要一個冷卻系統來幫它行溫的 但是爭在你是用一種什麼技術的 那些叫做輕水式 輕水式就是一些沒有加壓的水 就是基本上就是用一些水來把它灑下去 那然後就壓水式 就是你加多一個循環就是用一些高壓的水 那個高壓的水的好處就是 它那個的肺點就比較高 同時間它能夠攜帶熱能 就比一般正常氣壓的水更加高 那所以它在那個內循環裡面 就更加有效地去把一些熱 就從那個鍋爐裡帶出來 OK 但是當然就是它需要用到水 還有用到水呢 它一個危險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那個系統 加壓的系統有什麼洩漏的時候 那個水出來的那種爆炸 還有那種噴射出來 是一種傷害來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呢 很久之前我們講過 切爾諾貝爾那個危機 其中一個就是說 它那些燃料棒已經是 那個鍋爐很熱了 那些燃料棒很熱了 突然之間把它放回到水那裡 去硬冷卻去 結果呢就是大量的水呢 都忍不住這個這樣的高熱 就都變成了氣體 變成了水蒸氣 蒸發了出來 那於是這個這樣的水的 就是蒸氣爆炸呢 就炸爛了那個保護殼 那於是就是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原因之下 就出了這個 切爾諾貝爾的事件 就是切爾諾貝爾事件 它不是一個核爆 反而是一個蒸氣的爆炸來的 那這裡就有人就說 這種這樣的 就是壓水式的反應堆 都還有一個潛在危險在這裡 就是說如果當操作的人 去不小心 犯一些很低級的錯誤的時候 依然可以產生很大的禍害 但是這個熔炎反應堆呢 就少這個問題的 因為這種這樣的熔炎呢 當它突然之間 就是沒有人去管它 不去管的時候呢 它就不是變成那些 就是突然之間變成一個的氣體 一下子這樣去爆炸去炸走的 就是那個上面來講呢 就更加傾向就是會冷卻回來 變回一個固體的狀態了最後 就是它在它經歷那個溫度的改變的時候呢 那種上面 變成一個液體變成氣體那個可能 就是需要的條件呢 就比起那個水呢 就比較更加難了 所以我們就說呢 它要重複那種設計 諾貝爾核電廠式的那種 水蒸氣爆炸事件的機率就會低了 那可以看到在這裡就是 就是中國都有它的考慮的 這種土原素 中國不會缺的了 而它也都相對會是乾淨一些 然後第一次不知道會不會在河壁沙漠那裡 那應該都是安全一些 而且都用上那個溶岩的技術 那應該都是一個低風險的技術 那所以呢 一旦它那個這樣的試驗品成功呢 相信就會推廣去更加多大陸的其他的內陸地區 這次我們要結窗 我們下一次就回來